副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于1988年 如今已是一个远近闻名 具有民族风味的冷冻海鲜食品制造商 副食品每年的生产量高达7200吨 我们的工厂位于雪南俄州西部海岸 只需5分钟的车程可到达大港渔村 因此副食品能够以最新鲜的海产 来生产多种美味的海鲜食品 至今副食品有多达60多种美食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同时副食品的美食研发团队 也不断地研发新产品以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我们的工厂运用现代化生产模式 同时也结合先进的机器和配备 来生产各类的海鲜食品 副食品工厂也获得HACCP国际安全食品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以及哈拉马来西亚清真食品认证 我们非常注视食品安全和品质管理 副食品的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清洁和卫生的指示 例如穿上卫生袍和胶鞋 戴上口罩和头帽 洗手并吹干 然后再进入消毒室进行全身消毒 我们感到很庆幸 因为员工的配合而让副食品常年保持零工厂意外发生的记录 海鲜食品制作过程最重要的是保持原料的新鲜 配料的添加分量和分合时间必须由经验丰富的员工掌控 因为这是制作海鲜食品的主要过程 所以不容舒服 在完成混合后的主料 也必须经过科学方法测量其新鲜度 再进行制作各类型的海鲜食品 在这影片中 我们将介绍副食品的四种主要海鲜食品伸展过程 生产传统鱼丸 最主要的就是在水煮过程中 保持材料的新鲜和卫生 大型的工厂冷气设备 机械化和自动化水煮系统的使用 让我们在生产过程中 能有效地管理海鲜食品的新鲜和卫生 副食品生产的鱼丸 是常年最受欢迎的海鲜食品 为了达到生产成本效益 我们的油炸生产线 适合水煮生产线综合在一起 副食品品牌的炸鱼丸、鱼饼和海鲜豆腐 都是远近闻名的产品 海鲜点心食品的生产都是使用 大型高压蒸汽机来蒸 酥冬卷、四色卷和谢富竹 都是副食品畅销的海鲜点心 副食品香脆海鲜食品主要配料是 粉状的面包糠 秘方来自副食品的创办人 香脆美味的墨鱼丸、鱼肉块和虾蟹棒 都是博爱大众喜爱的香脆海鲜食品 我们非常了解 良好包装是保持海鲜食品新鲜和卫生的关键 因此每一个副食品的产品包装都是经过个别的设计 以符合特定的标准则 副食品使用自动包装机来包装 讲求精准分量和快速包装以确保产品新鲜度 为求达到工业食品包装安全指标 每个副食品产品在密封后都必须经过金属检测 以确保无任何金属残留在食品内 副食品有多个冷库设备都建设在生产线的工厂内外 这样的设置是为了确保原材料的新鲜 另一方面也方便把完成包装后的海鲜食品 能直接存放进冷库以保鲜 副食品的仓库具备了齐全的硬体设备 和现代化的管理系统 能针对国内外的市场需求而进行产品资讯整合 产品标签、包装、储存、运输等等的物流工作 此外充足的配用发电机能确保仓库内的冷冻储存室 常年24小时都保持在零下摄氏低温情况 因此多年来 副食品不曾发生因设备故障而发生食物损坏的事件 无论是在马来西亚或海外 我们的专业物流管理团队都能保证提供快速和准确的运输服务 副食品自开业以来都保持着谨慎形势 稳健成长的方针发展事业 因此 副食品的成功赢得了具有专业服务及企业精神代表的得情认可 并扒发得高万众的50强企业奖 此外 副食品也曾获得大马主流中文媒体南洋商报颁发金牛奖 以及由大马中小型工会颁发的大马杰出中小型企业家奖项 对海鲜食品的研究和市场开发 我们都非常积极地投入 我们常年都参与国内外食品展销会 积极向广大的群众推广口感独特美味的副食品海鲜美食 同时也开发新的美食市场 如今 副食品已成功进入多个海外市场 其中有新加坡 韩国 文来 印尼 菲律宾 澳大利亚 越南和美国 我们将不断努力追求进步 并迎合不同消费群的需求进行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开发 我们相信口感独特美味的副食品海鲜食品将来一定会在环球美食市场占有一席 副食品 马来西亚海鲜食品首选品牌及制作商 副食品海鲜美食只需尝一口 人人都喜爱 感谢观看